我们看念老弟问 一教封信 时时念佛 而身子倾斜 欢喜 我们太幸运了 把大乘佛话的核心找到了 接近找到了 一生决定成就 真正发愿 勇猛渐渐的 顶多三年 我们前几个星期 跟诸位提到 10岁的小朋友 小女孩 念佛三年 也是日之时之往随 这不是假的 他父母都修佛 爸爸念经 他问到爸爸 七岁的时候 问到爸爸 爸爸念什么 怎么念经 什么经 是阿弥陀佛经 什么叫阿弥陀佛经 爸爸就把阿弥陀佛经 的大义讲的听 他听了很欢喜 我这么好的地方 他说爸爸 你能不能带我去 爸爸说不行 我没办法带你 阿弥陀佛可以带你 阿弥陀佛在哪里 在基罗世纪 那我怎么找他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 他就老师念阿弥陀佛 天天念阿弥陀佛 十岁 那都三年 往生的前一天告诉他爸爸 阿弥陀佛 明天来 借用我回老家了 没有生病 请他爸爸告诉他家里 亲戚朋友 通通来看他往生 小孩还没打往 第二间正走路 这就是男女老少 第三年来 所以身自亲戚 自己 要庆幸自己 这一生当中 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 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